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广州的机场大批航班延误 经广铁路途经韶关应得的部分列车停运 当局预计珠江流域的北岗将会出现50年一遇的洪水 广州市区下午天色昏暗 不时落大雨 能见度也不高 全市多区同时发布暴雨 冰雹与雷雨大风预警 恶劣天气之下 广州白云机场 全日至少过百班航班要延误一个小时以上 机场发出大面积航班延误响应 鄰近的深圳机场也启动延误响应 说会视乎天气情况调整部分航班 兆关亦暴雨成灾 多条街道严重水浸 部分水深去到膝头 消防出动脏皮艇救出被洪水围困的民众 暴雨影响当地铁路运作 经广线途经兆关 应得境内的部分列车要停转 兆关东站有旅客滞留 当局派接驳车送旅客到兆关站 转搭高铁到广州 清远同样大雨不断 市区部分地方水深去到五六十厘米 大雨期间有大树倒嵌 击中一架私家车 消防出动救援 肖庆部分街道变成激流 黄泥水浸满街道 广东省水民局说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珠江流域的北江水位全线上涨 直至星期六下午2点 全省32个水民站超出境界水位 预料北江之流 将会出现五十年一遇的洪水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道 广深港高铁也都受到广东省的暗略天气影响 黄书署说 香港西九龙黄长山南高铁G6114列车 原定下周五点几开出 延迟至少一个小时 港铁职员说 未知实际何时才可以出发 本来本港第一节天气消息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 天文台说 与低压槽相关的咒雨和雷暴 正是影响广东和广东的沿岸地区 黄色暴雨警告 晚上7点35分发出 表示香港广泛地区 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没有小时雨量 超过30毫米的大雨 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 一些带华地带 和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